三步上篮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系列的另外一些中间方式啊 三步上篮的 好我现在要再要给大家讲的抛头 就是三步上篮之后 就是这样 抛头 就是你要做一个三步上篮的动作 不能被对手盖掉 这就是抛头的用处 抛头的要力呢 就是你得做一个三步上篮 把球往上抛 就算是抛头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哈 它呢也可以在各个方向 就是底线正面侧面都能抛头 不过正面的抛头是最容易进的 底线呢 你只要把握好它的位置 它也是容易进的 我再试一下 就一般呢都是做变相啊 拖下来 就这样拖进去 之后再做一个小抛头 哎 然后它就进了 好我再试一下 就一般都是在中距离的时候做抛头 近距离你就直接上篮就可以了 哎 就是斯蒂芬库里就是经常用 塞芬库里就经常用 这个抛头的这种方式来中距 非常的实用啊